有感于台湾是佛法新圣的福地 苏南加措仁波切 也特别希望能够投见台湾商爷寺 西元726年 终身得福德善根赶召莲花生大事 入葬弘弘佛法 西藏商爷寺动土奠基 为世界佛教使写下卷勇动人的心灵诗迹 历经千年因缘流转 林马派上师 苏南加措仁波切 飘扬渡海 效法连师不畏艰难的勇猛精神 在台新建第二座 思量无际不变顿城的神奇商爷寺 以其连师圣教的法脉 能在台湾生根萌芽 开智慧花解菩提果 因为我来台湾30年了 那国区法官也给我 所有人在路在台湾 要好好的利益重生 那12年前 就我就找到这个地 那刚好台湾三月是现在这个地 我们就找到 那这个地 现在也是 完全是要法律 就去传门 也已经走得很圆满 苏南加措仁波切 接受根本上师 静美彭措法王 传授诸多密续和教法 吉利复兴失传已久的宝贵教法 和西藏文化 预计新建的台湾桑野市 主体建筑占地一甲 彩汉藏印建筑风格设计 完工后将是全亚洲最大的传统藏密 现代建筑 史方新闻 黄慧如黄开节 苗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